各位观众您好,今天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灵字,灵波仙子的灵。 灵这个字的国语助音是,勒迎灵二双灵,灵二双灵。 灵是指水结成冰的时候,所凝结成的瑞丽风角而言,所以灵有侵犯的意思。 若屈原的九歌当中有,灵于阵系列于汉,这是说敌人正在侵犯我们的阵地和部队。 灵有当作超越或灵驾来说,如史记的司马相如列转有,飘飘有灵云之气。 灵字隐身有暴或乱的意思,如灵雨是突发的一场暴雨,灵入是用暴力的行为去欺误他人,灵乱就是杂乱无章,没有条理。 灵阳阁是唐太宗为了纪念开国的二十四位功臣,而在陕西长安所建造的,并且由唐太宗亲自提赞,还有当时的名画家闫丽本画像,以及名书法家储岁良提格。 所以,灵阳阁也就成了后世最高荣誉的象征。 灵波指的是美人的步履轻盈阿挪多子,如曹子的洛神传当中有,灵波为部罗瓦生辰的句子,而灵波仙子则又是形容水仙花的婉约高雅。 灵也是姓氏,如三国志当中有人叫灵统,比灵字多一点的还有这个灵字,国语诸音也是勒盈灵二生灵。 灵是古代的水明,在今天的热河省的灵园县,因为位于大灵河的发源地而得明。 灵还当作经历或阅历来说,如飞郡古籍泛海灵山。 这是说,飞驰的快马正越过高山,敲击着船桨,好去泛渡大海,以表稚气昂扬。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,在当作地名或经历解释的时候,要用水布的灵字, 如上面所说的泛海灵山,不能够写成冰部的灵。 热河省的灵园县,也不能够写成这样的灵园县。 此外,在其他的解释上,水布的灵和冰部的灵字大致是可以通用的,特别提供您参考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,谢谢您的收看,明天再会。